的略葬 周礼 是治理国家的一套方法 像我们现在所讲的宪法 周朝的宪法 方东梅先生过去非常赞叹 他给我讲了很多遍 但是我对政治没兴趣 我没有读 他说周礼是全世界古今中外最好的想法 移离就是一般人民的生活规范 离记是杂记 像我们现在讲的杂志 内容是什么呢 内容多半是解释周礼 解释一礼 也有一些发挥 像论文一类的性质 最近我们让这个会里面印了一个小车子 离记精华录 你们多达到没有 要你 一定要你 真正那是离记的精华 波波波的那么一点点 这使这个揭露揭露得好 那么大的分量 把它揭露成这么一点点 里面还有柱级 总共一百六十年 这个是做人的大根大本 我们要把它当作戒律来学习 所以希望 这个波波波波他们期望的古籍学校能够实现 我们大家到这个学校里面来修学 我们是佛会命 也要续中国文化的传统 那我们就不愧做一个中国人 才能对得起祖宗 对得起佛菩萨 对得起自己 好 时间到了 感谢观看